接着到属虎的朋友 属虎的朋友有一粒吉星叫天厨星 天厨代表近厨得食 也有一粒叫翼马星 翼马星代表周围走不定 如果你做关于乘日飞 或者交通运输的话 今年是特别好生意的 至于空星方面 有一粒叫孤神星 第二粒叫丧门星 是关于长辈健康问题 要看着家中长辈健康问题 属虎的朋友 今年有粒叫郭印星 三台星 华概星 郭印和三台 就是地位提升容易升职的权力大了 尤其是做文书的工作 华概星亦都代表很有艺术的才华 心情方面就有艺术家的脾气 那就要小心点 多些跟别人分享你内心的情绪 不要胡思乱想 在空星方面有粒叫官符星 有粒叫五鬼星 披头星 官符是代表容易犯官非 但如果你做律师 医生 有些杀气的工作的话 就不是很担心的 五鬼星是代表有人读背贼 披头星就是容易有长辈健康问题 属蛇的朋友 今年在老鼠年已经过了犯太岁的年 相对来说运气会更好 有一粒吉星叫月德星 月德是贵人星 有一粒叫学堂星 是读书星 如果你今年去读书上课的话 很容易有个叫附鹿读书 还有地位提升的机会 星星方面有一粒叫死扶星和小号星 死扶就健康发生问题了 小号星是代表小破财洗钱 请客人去看电影 吃餐饭的话 就可以化解到 到熟猴猴的朋友 今年有六分星 我们叫家观进雀 有一粒叫菲联星 有些贵人 但这个贵人的口齿是特别尖锐一点 但它会帮助你 在空星方面要小心一点 有一粒叫白虎星 白虎代表容易开刀做手术 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在农历的1月 新历的2月 4日至3月6日 较容易弄傷 所以在那个月份 只要洗牙 秋冬月延伸就可以了 做一粒叫子贝星 让人有只手指在你的背部 刮一下刮一下 今年做人低调一点 纵使你升职很好运的话 也不要意气风化 到熟猴的朋友 今年有三粒吉星 天德星 福星 和天理星 天理结婚生仔 可以扮得今年 福星代表福治心灵 第六感特别强 顺着自己特陆感去投资 那就有运限了 天德星 和一个非常好的贵人星 所以熟猴的朋友 今年的运气非常之好 在空星方面 有一粒叫咸池桃花 也是桃花星 一粒好一粒不好 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 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你结婚的话 你就要小心一点 有场外桃花 有三个感情关系 如果能忍得到的话 就恭喜你 如果你忍不到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有婚姻危机 仰印代表开刀 代表突然发敏诊 臭脾气 今年要忍口 披麻星 又要抵住家中长辈健康问题 熟狗的朋友 今年有粒叫八座星 天解星解神星 八座就是文书那方面 很好的 有得机会升职 天解解神 逢空化得的星 空星方面有粒叫血印星 血印代表见血 只要秋彤月化解 就可以认了 有粒叫浮沉星 寡宿星 寡宿星 寡宿代表 拥有情绪混乱的象征 寡宿代表 心情很闷 替人家舒素心清 不想跟人说 去做什么 做运动 去逛山 看看你能否碰到法国 碰到法国 就更加开心 读书在今年和去年比较好很多 读书有粒吉星 叫文昌星 代表读书好 有粒叫病符星 和亡神星 是农历的10月新历11月 8日至12月6日 要小心一点 一个大的感冒 亡神就是大逃乞 容易不见的 只要各种东西 打升12分精神 今年运气亦不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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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